教育部上周提出常态性大专学校学杂费调整方案 引发各界的反对声浪 原定的北区公厅会也临时喊咖 学生团体今天前往教育部抗议 认为这是教育部的缓兵之计 应该要立即撤销调涨方案 教育部则是强调102学年是否调涨 最晚明年5月才会公布 教育部学费不调涨 学费不调涨 根本要调降 根本要调降 高举抗议海报 二十几个学生 劳工团体 几句教育部大门发出怒吼 要求教育部撤销调涨大学学杂费 我是从高中就开始贷学贷 我之前有算过 这样子一个学期私立大学将近5万块 然后我毕业后可能就会有60万的债务 小朋友他也有去打工 然后他对 经济真的负担蛮重的 学生被学贷 家长及劳工团体也看不下去 面对各界反弹声浪 教育部原定的第二场北区工厅会临时喊咖 学生团体认为这根本是教育部的缓兵之计 他事实上从头到尾都没有要采纳民间的意见 这工厅会只是一个形式上补补程序的而已 我们今天要求蒋伟宁立刻撤回这个方案 给他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他不撤回 一个月之后我们回来 我们会要求蒋伟宁下台负责 教育部始终不愿松厚 强调102年是否调涨 明年5月才会公布 目前只打算先建立学费常态调整的机制 学生团体则呼吁 大学经费缺口不应该转嫁学生身上 而是应该对财团资本课税 才是扩大公共教育经费最好的方法 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导